虽之,这人世间的一切犹如梦幻泡影,我既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,我就要上代这里与我有缘的每一位众生。 哥伦比亚的总统,他家呢,世代都是总统,来这个少林寺来拜访,拜访呢,我呢是带他坐长,在长堂里我给他教坐长,他建完翻站之后是由我指导他的长修,然后给他坐长。 他年龄也挺大了,我记得是最有意思的是啥,他坐上去,他的旁边坐着翻译,先给他讲好是啥,就是坐上去不能动,结果他年龄大,然后他会蛮勉强的搬上,搬上他这么一坐着呢,我就叫他的那个翻译给他说,现在呢,马上就要止静了,就要静止了,就不能说话。 结果,他的给他翻译一说完,我就不让翻译说话,就他这样一坐,你知道吧,慢慢那个香啊,一点一点的过去,结果那香快烧完了,老国王做的就是,这也,就疼了都不行了,就是,但是他面目表情一点变化都没有, 这腿啊,就是,不停地就是用力压着自己的腿,然后轻轻地放下手来拼命压着,他不影响任何人,然后最后实在熬不住了,他用那个手,推着我的脚,意思就是,我懂得他意思实在熬不住了,就这样,啪的一声,开静了。 他坚持了一炷香,一动不动的,虽然他已经很疼痛了,所以我就觉得,人能登高位,他确实有跟常人能忍耐的地方是完全不同,他没有说因为他是火王,说我的腿疼了,我的,啊,赶快放下来,然后,呃,休息休息,或者挪动挪动, 他反而是尊重在这个,呃,这几十上百位高僧在这静悄悄地坐着的这种状态,然后,我做完茶,我们去陪房产喝茶,喝完茶之后出来,下雨了,下雨了,他说他想去那个,虽然逛过,但他不想让人陪着,就我陪着他,就我,突然间很奇怪,下起了那个雨,下起了雨之后,又没伞, 他说,他的意思就不用伞了,咱俩就走着,后来我就,看着他年龄太大了,我想我年轻嘛,淋湿了也不怕,我就把这个袈裟脱下来,披在他的身上,给他披着,结果老国王让我其实,也深有感悟,那个袈裟是我拖给他披着,结果他怕雨淋着我,他就把我,拉过去,我俩同时披着一, 我的袈裟,然后把头也给蒙住,然后在雨中走过,这个照片我记着当时,你,你还拍,是你拍的,是吧,拍下来的,也做了这么一个流年,所有这些,经历, 是我在深山中体会不到的,也,人说半君如半虎,但是我觉得,君王,也有菩萨面,也有很慈悲的一面,也有人性中最真实的一面, 那么的话,就让我,通过人生的机遇,与教皇的接触,与这种僧王的接触,与国王的这些接触,还有一些大的学者,甚至还有乞丐,和不同教派的人,和山中的侨夫鱼妇,就让我体会到了, 人生,不仅是佛陀是我的师父,反正是我的师父,我就觉得,在人间的这些不同角色的人,他们的或多或少的,影响着我的人生,他们的智慧,都渗透进我的血液,所以,我的认知是,我不仅是一个僧侣,我同样是一个中国人,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,我要学习中国的文化, 这是我的根,这佛法能带着我的,我觉得,不能仅仅停留在,袈裟之下的学问,所以,我要,走出,属于,一个常者,该走出去的天地,那么就是要,叫,量舟杀戒,心包太虚,心能包不太虚,胸量能横舟杀戒, 这是一个常者,是需要做到的,需要去旅行的,虽知,这人世间的一切,犹如梦幻泡衣,但我还要虔诚地,生活在这人间,我既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,那么的话,我就要上代,这里与我有缘的每一位众生, 这才是一个常者的本怀,至于,曾经是孤儿也好,是僧侣也好,或者是国王的座上兵也好,那只不过是虚无的一种经历, 只是,那一刹那,我在水中,起过一个泡,泡影,消散之后,水面依旧平静,还还挥一个人,本来面目的时候,我就觉得,人这一生,把人做好,正如太虚大师说过的一句话,叫做, 人成,即佛成,把人做到位了,就是真正的佛,把佛与人,做佛与做人的境界,都忘记了,那么我想,你才能真正的到达佛境,人佛两望,翻灯绝顶,这就是我今天想聊的, 大家想念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